今天我们来为大家梳理一下富士康到底发生了什么 新员工到宿舍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跟阳性混住在一起 22号当天没有给新员工做核酸 但是对于新员工来说 每天的核酸对于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必须要是阴性才能够正式上岗 于是就有新员工闹开了要求做核酸 后面不知道大白是说漏嘴了还是怎么回事 说新员工的住宿楼里就有阳性的老员工 所以新员工就强烈要求说要做核酸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且不做核酸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不能上岗 不能上岗就不会有工资 后面有负责人答应说新员工在22号5点之前会给答复 可是当天5点前后新员工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不但没有答复 成千上万的新员工却在这时候发现 直到22号晚上7点了还没有人给他们送晚饭 也不让他们出去买东西 甚至是连水都没有 差不多也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栋楼里的人开始下楼和守卫交涉 结果交谈了半个小时并没有任何结果 在交涉的同时就有员工看到其他楼洞的新员工也开始下去吵了 这时候本来还在楼上的员工就有点着急了 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他们想尽快知道结果 另外一个最直接的原因是 他们怕到时候饭来了 会被楼下的员工直接给抢光了 自己没有晚饭吃 于是就全部冲到了楼下 这时候新员工公寓的看守人数比较少 再加上他们自己理亏 于是就放大家走出自己的楼洞 另外还有一部分员工是因为在22号接收到了一条新的消息 这份新的消息也就是富士康单方面修改的合同 原来所有的新员工都可以在工作满30天之后拿到一个3000块钱的补贴 满60天之后还有另外一笔3000块钱的补贴 可是新合同却要求说新员工必须一直工作到2023年明年的3月15号的时候 才能拿到这第一笔补贴 第二笔补贴要到明年5月份的时候才能拿到 所以这部分人也开始走下楼抗议 据说新员工们到楼下一开始的时候还好 一直有人在解释 在局面僵持不下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 公寓里和新员工交涉的负责人之间跑路了 现场没有人管 于是几乎所有的新员工就全部跑到厂区里闹了 从公寓到厂区走路的话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 新员工对木质所及能够砸的打的全部都砸的砸打的打 基本上把所有能够砸的东西全部都毁坏殆尽 可奇怪的是在这半个小时的路程当中 新员工看到很多的大巴车上都是坐满了警察 可就是没有人下来管 后来在几万新员工全部出动之后 新员工和警察一起大白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有视频显示警察开始向新员工投掷催泪瓦斯 而作为反抗 新员工则开始使用砖头、铁棍 甚至是用灭火器来和警察对峙 根据网上的消息 有传言说 在整个事件的前后 新员工当中死了有十多个人 22号深夜 还有领导过来和新员工喊话 说员工的诉求 他们都听到了 请大家先回宿舍 之后会第一时间尽快解决 23号清晨 众多员工再次聚集 虽然有个别落单的员工被大白和武警围殴 但是白天竟然一度发生大白和武警被击溃 被员工追着满大街跑的情况 23号下午有消息传来说 河南本地的员工可以拿到1万元的遣散费 而其他省的数字可能不同 但是大家都会有一笔遣散费可以拿 大多数的员工也都接受了这一条件 并且开始井然有序的排队领钱 现场还有河南本地人喊出 本地人先等一等 让外地人先领钱的话 可情况却在这时候发生了逆转 因为很多员工发现 到手的钱和之前富士康给出的承诺并不一样 于是新员工再次聚集 并和武警发生了更为激烈的冲突 现场画面可以看到武警被打得节节败退 甚至他们的盾牌还被抗争的员工所缴获 还有画面显示 新员工齐心协力一起推翻了一辆警车 后来的视频信息显示 一位负责人和大家喊话说 承诺大家只要24号上车返乡 就一定可以拿到1万块钱 并希望大家返回宿舍 现场员工则要求说 富士康要把承诺以信息的方式 发给所有员工 并且公布新闻稿 员工接收到的信息还显示 政府用自己的公信力做担保 一定会给员工一个满意的答复 这时候大部分的员工情绪 其实已经相对稳定了下来 可是拿到这1万块钱的条件 却又发生了变化 由指挥部的领导向员工保证说 24号会给工人们补偿1万块钱 但是需要员工扫码填写资料 之后这1万块钱会分两次结清 满箱上车之后先给8000 到家之后再给另外的2000 23号晚上9点48分 也就是公布解决方案之后的20分钟左右 扫码离职的人发现他们的健康码变红了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不能乘坐公共交通 也离不开郑州市 而且很有可能还会被抓去隔离 还有人说钱是到账了 但是他们的银行卡却被冻结了 于是工人们一省为单位再次聚集 继续抗争 有消息说从22号收到改合同的信息开始 就有人在富士康的K区闹开了 闹得最凶的拿了2万块钱先走人了 但是另一方面还有厂区的员工说 他们看到有人跳楼的视频 还有一些是因为被警察和大白打死的员工 他们认为这里面至少有十几名员工 被警察和大白给打死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 很多人都已经准备拿1万块钱就走人 虽然说这1万块钱是用十几名年轻的生命换来的 可是还有一些人不知道他们是否和死者有关系 他们的诉求是说人都已经死了 没有几十万的赔偿 他们是绝对不会返乡的 另外也有富士康厂区的人说 现在厂区是全面开放 没有人管 自从答应赔付之后就没有人再闹了 当然在闹事的这些人当中 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就像是有仇一样 一定要搞破坏 答应赔付都不满足 另外还有传言说 在拿到赔付之后 富士康就会把这些员工拉黑 有员工就表示说富士康平时的工资就算是不拉黑以后也不会去的 能够拿到赔偿自己就满足了 肯定会返乡走人